欢迎来到小厨局花艺学校 我是花艺师吴妮艳 毕业期快到了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毕业抱抱筒 那抱什么它叫抱抱筒呢 因为到时候如果说你送给你的亲友 它就可以这样抱在手上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做一个抱抱筒的毕业花 好那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进行花材介绍 那因为这个是纸筒 那等一下我们要切海绵 所以需要大家先铺一张防水的玻璃纸 好就打开推进去 好接着呢我们就把海绵先切成一半 好我们就先放到正中间 那接着因为它左右都会晃动 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把四周围也都塞起来 好那现在呢我们一颗海绵塞完 旁边还有一点点缝隙 我们就再准备这个大概是六分之一颗海绵 再把它放进去 好那放不下我们可以再微微的烧一下 好那这样就可以了 好接着呢我们海绵切好了之后 我们要把高于花器的这些玻璃纸全部剪掉 首先呢第一样花材是我们今天的主花 也是最硕大最巨大的花 它的名称叫做泰迪熊向日葵 好记得剪斜切口 那叶子我们可以稍微把它去掉一些 好那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作品呢 的左手边插了三朵硕大的泰迪熊向日葵 然后分别有低中高 然后也有比较前面中间跟后面 那我们这样就可以做出两种层次 就是前后的层次以及高低的层次 好下一样花材呢是郁金香 好玉金香呢我们插了两只让它有线条的在这个作品的哦 好玉金香呢我们插了两只让它有线条的在这个作品的喔 好玉金香呢我们插了两只让它有线条的在这个作品的喔 右手邊然後讓它往旁邊一高一低 下一樣花彩呢是翡翠玫瑰香檳色 好那我們在作品的右下角插了三支有低、中、高 我們做一個群聚 讓這三支花好像是從同一株同一個種子長出來的樣子 那我們就有低、中、高的翡翠玫瑰香檳色 那因為我們這個作品雖然它是淡麵欣賞 但是我們背後也可以插一下香檳玫瑰 讓背面也是有花的 那背面的部分我們就插了兩支一滴一高 下一樣花彩我們準備的是純白色的非洲菊 好那給大家看一下純白色的非洲菊呢 我們插了一個目前所有的話的最高點在這裡 我們讓它的曲線是有點往內 另外一支是有點直直的往上 讓它兩朵的面相不太一樣 因為通常我會建議大家這種有面相的話 不要每一朵都好像是拍大頭照 盡量有的是看鞋上 可能有的是側臉 有的可能是回眸一笑 那我另外在這裡中間的空洞 也補了一支短短的非洲菊 那今天我們還準備了另外一種向日葵 這個是濾芯向日葵 向日葵我會建議大家如果要去葉子 盡量用撿的 因為用撕的的話 用摘的它有時候會像這樣 你們會發現有機會會像這樣脫皮 那這樣對於花的賞花期就會受影響喔 那濾芯向日葵呢我們擦了三朵 一朵在作品的最左邊這個地方 有一朵比較低矮的 那另外兩朵我們都擦在作品的背面 那一樣都是低低矮 但在低低矮的過程中 我們還是有高有低有微微的層次 下一樣花材呢是迷你玫瑰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目前整個作品大多數的花 都已經布局完畢了 我們現在迷你玫瑰呢 我們就是找作品的空洞去補 讓作品有一些小花 因為目前的花都是很碩大的 那補的方式呢其實沒有什麼規定 就是你可以看上這邊有洞 我覺得微微的擦一隻 短短的迷你玫瑰 那盡量葉子就全部都去掉了 哪邊有洞你就擦哪裡 所以我們可以圓圓的看一下 好 像作品的左邊這邊有洞 我們就擦一隻 所以我們現在花一點時間 在作品的空洞啊 穿插一些 橘色的迷你玫瑰 以及我們有準備這個是 小圓葉油加粒葉 還有小孩童葉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用剩下的時間 把作品稍微填滿一點 就是把花跟花的中間都補一些 葉子跟迷你玫瑰 好那目前呢 我們已經把所有的空洞都用迷你玫瑰 小海童葉跟小圓葉油加粒也補滿了 所以大家看一下這是正面 然後這是背面 所以我們其實四面都有花 只是我們把最漂亮的那個面 留在正面 那接下來我們需要做一個 小小的裝飾品 我們準備了一個學士帽 那因為這個學士帽 它的這個流速會晃動 所以我們有準備膠槍 先把它固定一下 好我們就在它的 這裡稍微點一個膠 好然後先把這個流速固定一下 不要讓它晃來晃去 那我們大概停個1到2分鐘就可以了 好那因為這個流速它比較亂一點點 我們還是稍微把它的尾巴剪齊 我們稍微整理一下 好那我們要如何把它插到你的作品裡 我們準備了一個這個是20號的鐵絲 那我們把它這樣折成一個螺旋狀 這樣折成一個螺旋狀 然後呢讓這個鐵絲是往上的 待會把這個螺旋狀呢 放進你的帽子裡面 所以我們先在帽子裡面擠很多膠 好擠很多膠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螺旋狀整個壓進去 讓它黏住 所以我們就讓它停留一下 那現在呢黏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起來 等一下就把它當成是一枝花 插在你的作品裡 那大家要留意一下就是 學士帽啊 因為畢業你要把這個流速 就是可能你的系主人或是老師 會幫你把這個流速換邊 那我們會是從右邊換到左邊 所以我們畢業了 我們就放在左邊 好那這樣就完成了 好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畢業抱抱筒 那我們選用的花材 都是一些黃橘色系 象徵光明希望的花材 那我們主花選擇了 泰迪熊 象律葵 那另外我們配了各種的 象律葵跟非洲菊 我們有綠星的象律葵 那也有純白色的非洲菊 那以及相應的色系 淺橘色的 那個香檳玫瑰 還有橘色的迷你 玫瑰跟玉金香 都是一些比較暖色的 那這個作品其實蠻簡單的 所以你可以在家裡找找看 你家裡有沒有類似這樣的 黑色或是圓形的紙盒 或是不同顏色的紙盒 這可以 要記得鋪防水的玻璃紙 再放濕海綿 不然你的紙盒很容易就會軟掉了 那這個插花呢 其實我們今天盡量都是做群聚的效果 那至於花的擺放 花的選用 大家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喜好來做選擇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適合初學者 或是你完全沒有花藝基礎的同學 你都可以試試看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畢業抱抱筒 那祝福所有的畢業生 畢業快樂 我是花醫師 吳尼燕 小廚菊花藝 期待與你的每一次相遇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做群聖劑 我們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